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有话直说一分钟 继9月的选委会选举 香港在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首长的立法会选举及行政长官选举 分别将于本年12月和明年3月隆重举行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在10月18日提到 为了令选民在疫情期间行使投票权 政府正研究在合适的出入境管制站设置投票设施 供身处内地的香港选民能够便利投票 当中涉及不少技术上的问题 例如投票人士是否与旅客有分流安排 会否有卫生风险 是否会影响口岸运作 以及与内地有关部门配合等等 其实选举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之下 政府部门只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梳理流程以及实习预演 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只在于不为并非不能 关于优化选举投票的曾经细节 政府有关方面 需要虚心聆听批评和建议 以便从善预留地及时改进 避免重犯 在这个基础上 社会更加希望政府能够自主地 举一反三 有预见性、主动性 和创建性地去自行改善方案 力求将服务选民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另外,对于今次政府亦提出 针对特首选举或者会考虑 采取人手点票的方法 其实从武实角度来说都是可取的 因为特首选举牵涉选票数量并不庞大 故此唱票的过程 应注重高效和构名为先 总括来说 吸取之前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继续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以及更加注重流程和方案设计的灵活性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接下来的 筹备工作都非常重要 積極有效 并且充满人性化地去回应 港大选民对投票参与的期盼 总可觉到时又是于事无保的道歉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感谢观看